因为巴黎双施命案主嫌谢一涵 被牵连的妈妈嘴咖啡店 股东吕炳红 欧石成 钟点峰等人 士林地检署任第三人杀人罪嫌不足 最终裁定不起诉处分 而三人终于是摆脱了杀人官司 因为巴黎双施命案爆红的妈妈嘴咖啡店 先前因为主嫌谢一涵公称 股东吕炳红 欧石成 钟点峰 嫌助他搬运 富商 陈静福跟张翠平两个人 雷炳红当时还因为杀人罪嫌缴交了300万元的保金 每天得向泰出所报道 不过检方查无罪证给予不起诉处分 士林地院在6号不回了确定 并且发还300万交保金 那么这也让三个人终于是洗刷冤屈 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